土耳其南部与叙利亚接壤地区 在6日发生两起强症 无数建物被震化 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2万人 虽然已过庞金救援时间 搜救队员仍不放弃 努力在瓦地追踪 引手一见希望 土耳其前总理达夫托格鲁与太太 赴重灾区阿德亚曼续查 见到台湾搜救队 特地上前表达感谢 土耳其的强政 多国搜救队纷纷投入救灾 集中台湾派遣130名救难队员 5只搜救犬及13顿的装备 负责支援重灾区阿德亚曼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受困者生怀的几率越来越渺茫 死亡人数也不断攀升 幸存的家属还在等待奇迹发生 目搜救队本身的力量 沿途常被情急的民众拦下 希望队员前往他们指定的地点 搜寻家人是否生还 无奈搜救队人手不足 只能从民众报案进行评估 派人物栽点再依照案件的严重程度 与搜救队进行违合